听风的声音看世界转动 共同关注的是风传媒的副总编辑 严济宇副总你好 国号兄你好 副总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闻呢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阿拉伯世界 永远的新闻热点 这两天又有一些动态 非常值得我们关切 今天的重点是白哪里 之前是夜门 现在呢 现在我们稍微往北一点 跨过波斯湾 到那个伊拉克跟叙利亚 那也就是去年 去年就突然异军崛起的 那个现在全世界最帮红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最近在战场上 在战场上 在军事上 他们出现了一些 出现了一些 那个蛮重要的一些变化 是 原来都是伊拉克被挨打嘛 许多的这个主要的城市 都被伊斯兰国所攻占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后来美国一生气 就联合联军开始 就是支援这个伊拉克 对 控制 那现在呢 现在已经有逆转吗 这几天 这个伊拉克政府 伊拉克政府 就是亲西方政府 非常非常难得的 宣布了打一场大胜仗 对 这真的非常难得 是是是 他们之前 之前伊拉克军队 是以那种逃命速度 是 逃命速度飞快闻名的 那这两天居然 居然号称打了胜仗 那他们打下来的 是他们中部的一个城市 叫提克里特 是 那提克里特 听众朋友可能不熟悉 不过提克里特 出国伊拉克近代史上 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他们的前独胎者 萨达姆海珊 海珊就是提克里特 提克里特的那个 正殿之宝 是 海珊就是那边出生的人 而且提克里特呢 他在去年被 被IS 被伊斯兰国 被占领之后 那其实当时曾经 引发相当大的关注 是 因为提克里特 大概离那个巴格达 离首都巴格达 大概就只有100多公里 是 只有100多公里 以机械化部队来说 这100多公里 那个根本是近在支持 所以非常危急 对 而且他又是 又是当地那个萨拉丁省 萨拉丁省的那个省会 而且又是 他又是占据从这个巴格达 通往伊拉克第二大城 北部重镇摩苏尔 是 他又占据那个交通要道 所以是一个战略据点 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 是 那这一步 这一次伊拉克 伊拉克政府军 大概从3月2号开始 开始 那个发动 发动攻势 那伊拉克 大概打了 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多 是 毕竟他宣布说 他们已经解放了 已经解放了提克里特 是 那IS的部队呢 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已经整个退出 整个撤出了 这个提克里特 不过我很好奇 因为之前 这个很多学者 在分析这个伊拉克的时候 都在讲说 伊拉克的军队真的很烂 就像这个刚刚副总 所提到的 对 是碰到了IS 以前是逃跑的 对 那现在呢 为什么可以逆转胜呢 真的是他们的军队 真的是因为联军的关系吗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这大概好几个因素 一方面伊朗克政府 现在是已经新的一届政府 因为过去的那一届政府 真的做得太差 现在新政府看起来 是比较有所作为 那在这次他们除了正规军之外 他们就是征召了很多 那个什叶派的那个民兵 OK 这些民兵虽然不是正规军 可是他们跟IS 好像有血海深仇 是 因为IS是极端的逊尼派 他们对 他们那个砍杀职业派 是跟砍瓜切菜一样 是 所以职业派民兵 虽然是民兵 但是战斗力 战斗力还相当可观 是 那在这一次据说 就伊朗 伊拉克的那个邻国 伊朗呢 这一次呢 是有密切协助 有按住就是了 对 而且据说那个伊朗的 伊朗军方精锐的那种革命卫队 革命卫队 甚至派了一个指挥官 然后一些那种挂行星 将军级的指挥官 觉得自己倾覆前线 到提克里特那边 跟伊拉克军队 好听说协同作战 听起来这个好像美国的这个计划 有点效果了 因为之前分析说美国为什么这个一直支持 要跟这个伊朗弹劾协议啊 是想一时两秒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伊朗可以打击这个IS啊 对 看起来好像有点效果 对 因为伊朗是什叶派的宗主国 那90%以上都是什叶派 那伊拉克什叶派他也占六成以上 所以 所以那个2003年那个第二次波 第二次波万战争的时候 两一是走得越来越近 在很多方面就是合作越来越密切 那这一次的那个提克里 光复提克里特行动呢 好就可以看出成效 那再加上美军从去年8月 好就是从8月8号复兴节当天 那个欧巴马下令轰炸以来 那到现在已经轰炸了 好那半年多 好把七八个月的那个时间呢 好所以对IS的那个战力来说 好应该 应该是有相当程度的打击 好把他消耗掉了 不过那个副总 提克里特如果呢 这个城池 真的如果就是说 很顺利的 让这个伊拉克的军队给收复了 下一个据点呢 下一个现在 其实那个美国五角大厦 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 开始做宣传了 是 他们真正 真正要打的重点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摩苏尔 哦 就是北方 就是北方重镇摩苏尔 是 那摩苏尔 打下摩苏尔的话 那个意义 当然就更大 就更大 因为摩苏尔是 人口几百万的那个大城市 是 而且是伊拉克北部的工业区 产油区的 产油区的一个重镇 是 而且他旁边还有一座那个水坝 底格里斯河的那个水坝 那个水坝呢 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初很多人就担心 IS会炸水坝 是是是 所以如果能够打下来的话 打下来的话 对IS来说 他们几乎就等于 等于要失去伊拉克的战场 原来那边是不是有库德族啊 对 库德族在更北边 哦 在更北边的地方 在更北边 那个重点 剑指摩苏尔啊 不过我这边一定要问一下 刚刚我这一开场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叶门嘛 那其实叶门的情势 会不会影响到伊拉克呢 因为如果这个湾区国家 就是逊尼派的这些国家 如果再跟这个什叶派 如果再起冲突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伊拉克 这个什叶派跟逊尼派的合作呢 目前看起来叶门 这几天战事是比较沉寂啊 是 就那个沙尔利亚伯公司 非常有乌龙的 这有空袭 误诈一个难民以死了几十人 是 那现在看起来 如果沙尔利亚伯 沙尔利亚伯应该是一个 很精明的国家 那应该不会说感性杀绝 他应该会 大概打一段时间之后 应该会要求跟叶门的什叶派 跟叶门的什叶派叛军 什叶派叛军 那个胡塞组织应该会和谈 是 很好 因为沙尔利亚伯基本上 他也没有办法 不太可能长期 长期在叶门驻扎 跟那些什叶派 跟什叶派打游击战 因为这样搞不好的话 这个叶门会变成沙尔利亚伯的越南 对他来说会变成一场噩梦 所以看起来 最后应该还是会走上 走上和谈 走上谈谈桌 所以看后续这个发展会怎么样发展 不过最近恐怕 讲到中东的话 和协议的未来的这个结果 恐怕也是会有影响深距 不过现在应该还没有 还没有具体的结果出来 对不对 对 OK好 我们就等待这个最后的结果出来了 好 布总 接下来还有什么新闻呢 接下来我们就拉得更近一点 也是在亚洲 但是离不台湾更近 我们很熟悉的国家 泰国 泰国 那泰国 我们一般都是认为它是观光旅游的地方 是 不过这个泰国的政治 其实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好 就泰国的 泰国的那个 泰国的总理 普拉玉 他呢 这个昨天跟泰王普美彭 普美彭 然后报告之后 他发布了 发布了命令 他 戒严 终于戒严了 对 之前我这次去泰国玩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 这现在是戒严 戒严呢 就是12点以后 就要宵禁嘛 那店要关起来 对 就他们就跟我讲说 他们 发现找不到锁 不知道怎么关 因为 原来泰国的那些 小店家 都是24小时营业的 对对 就突然之间12点要关门 他想说 我们没有门 也没有锁 应该带几个去卖的 真的非常有趣 那现在解严之后呢 是就 反正就可以24小时营业了 对他们观光 应该会有点帮助了 其实他这次 他的戒严 帕拉玉 他那个 他是去年5月就宣布戒严 所以 已经十个月 快一年了 快一年时间 而且他戒严 5月20号宣布戒严 5月22号就发动政变 就把民选政府整个干掉 那到了8月 这个帕拉玉就从 本来的那个临时总理 代理总理 他就争处了 就变成政港的总理 那他的那个陆军上将的服装 军服也不穿了 现在都是穿西装 都是穿西装 就从军人 就变成 变成政治人物 翘白了 对对 变成政治人物 好 可是他这个 他这个建议 他其实对泰国的 泰国的这个 这个经济 尤其泰国的观光业 其实影响蛮大的 一方面的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 大家想想看 什么样的国家才会戒严 就是战争 内乱 内乱国家才会宣布戒严 好好的正常化国家 干嘛宣布戒严 所以这个对 这个对观光业 对外资 都会有那种嚇阻 嚇阻作用 所以他们的观光业 去年其实是 其实都在杜小月 其实蛮惨淡的 是往下掉吗 对 我记得今年年初 他还一直免签证费 台湾对台湾跟中国大陆 免签证费到今年的二月 好像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那种 做旅游保险 保险的那个业者的 行规之一就是 就一旦 一旦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宣布戒严 他们就聚保 再半就大幅提高保费 所以这个都会影响 影响观光业 所以这个帕拉育总理 他这个昨天宣布 宣布解除戒严 不过妙就妙在 他在宣布解除戒严的同时 同时他就说 他以总理的身份 跟一个什么国家维持安全 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他要行使他们的临时宪法 临时宪法也是军方 也是军方 也是军方 就是从上游到下 有一手包办的 OK 临时宪法的有一条 有一则叫第44条 是 第44条 这第44条 简单而言 就是让这个总理 或者他们的维安会主席 主席基本上就当太上皇 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管 他们不是已经有个太皇 太皇现在87岁 而且不美王 最近几年身体状况都不太好 蛮让人担心的 他应该是不问国 应该很早就不问国事 是 所以现在就是由这个 真的是帕拉育来做 这个全面的来决定 不过呢 我很想问一件事情 因为之前有讲说 这个泰国可能会举行大选 时间可能有一度延后 现在目前状况是怎样呢 反正现在泰国那边 反正就只要是欧美国家 美国国务院等等 一发出批评 真的谴责 他们就把这个大选 把这个大选的议题 就都抛出来 好像给大家一个棒棒糖一样 就安抚一下 但是什么时候选 什么时候举办呢 那个从长计议 现在一般认为说 最快最快 也要到2016年 今年是绝对不可能 最快就是2016年 所以大家来看看 拭目以待 2016到底可不可能选 不过我一定要再 最后问一件事情 我们那位前美女的总理 现在下落何处 应该很多人都很担心他吧 他其实就是 还要是有一堆官司 有一堆官司产生 他现在还在泰国 还在曼谷 他有一度被放出来吗 对不对 去什么探亲类似 他现在在国内的行动 还算自由 不过就是他应该是 没有办法随便出国 不能去找他哥哥 所以盈拉现在呢 等于形同软禁吗 能这样说吗 就是在国内 在国内行动 大概还算OK 他有时候还会出席一些公开场合 还可以出席公开场合 但是你如果要到国外 要出国 比如要去杜拜 找他哥哥 就是前总理 就是被军事政变掉的塔姓的话 恐怕就不太可能 OK 所以我们大概看看 下一次选举 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对决 不过这样看起来 应该帕拉玉的胜算 应该蛮高的 看起来 OK 这就是泰国式的民主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是不是也是 也是选举的议题 对 接下来就是大概 未来一两个月 大概欧洲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在英国 是 英国大选来了 全世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 议会正式的发源地 就英国国会的下议院 下议院 在5月7号要举行投票 这次的选举的重要性 能不能帮我们说一下 还就是说他这一次 我看好像执政党 好像没有绝对的 赢得保卧 对不对 目前这个 这次选举 重效性之外 先讲一个特点 就是他政治分析家 普遍认为 英国自二战 二战之后 70年来 最难预测 最难预测的一场选举 势均力敌 对 就是说你若是赌徒 若是要下注的话 还真的很伤脑筋 这么紧绷 OK 那原因是在哪里呢 真的是这个 执政党真的做得 真的很不好吗 执政党的保守党跟 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 他其实选前到 他从宣布要举行改选 到现在 他其实声势就一直拉不起来 虽然他们要 他们看起来表面上政绩还不错 去年经济成长率 大概有 GDP成长率大概有2.8 但是整个政府的形象 整个政府的形象 就一直低迷不振 所以他们在民调上面 其实一直跟工党 跟最大反对党 在业党 工党 其实都一直差不多 甚至三不五时还会被工党 工党超前 工党超前 这不是很危险吗 对 所以卡麦隆这个位置 应该也没有这么稳固吧 他甚至 他之前 今天两个礼拜 他甚至使出杀手间或苦肉计 是 他表明说 如果今天5月 如果说保守党还是国会最大党 因为他的内阁制 最大党有阻隔权 还是最大党的话 他的首相 就只干一任 只在干一任 他确不确定 2020年 其实卡麦隆还有年轻 还不到50岁 到2020年的时候 他就金盔洗手 是 不过我看整个选情分析里面 还有一个变数就是 独立党 对不对 独立党他这个支持率还蛮高的 所以这次有趣的就是 分析家普遍说 虽然说最难预测 不过有一点可以 几乎可以确定的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可以单独过半 是 就是650系里面 说你保守党跟工党 可能大概顶多大概各拿200多系 所以就说你一定要组联合政府 是联合政府 几乎确定说 在下一任的政府形态 就是要 一定是联合政府 那如果现在是保守党跟自民党 加起来的这个状况 都还没有办法压过工党吗 因为自由民主党 大概在这次选举 大概被保守党老大哥拖累 是 因为他们这个组合板就很奇怪 因为保守党 大家顾名思义 他就是保守 他就是偏右派 是 可是英国自民党 他其实在历史上 他传统上 他是左派 他是左派 他被拉进联合政府之后 他就被迫必须为保守党很多保守性的 又比较偏右派的政策给背书 就把自己的品牌也搞砸了 所以过去没有左右共治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对 过去在英国就是非常明显 保守党执政就是保守党执政 工党执政就是工党执政 他们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是一个错误的事犯的结果 但是下一任政府几乎反正在确定 还会是联合政府 是 那现在就看保守党跟工党 他们两个首先要比说谁先拿到最大党 最多席次 那拿到最多席次之后 他就要找其他小党坐下来谈 是 那这时候小党就拽了 所以先是要拼最大席次 再找这个仅次的这个第三势力 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合作就是了 对 所以这次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小党的地位可能比大党还要重要 就小党是举足轻忠 变成关键中的关键 对 包含他们极右派的UKIP 英国独立党 英国独立党 这几年在英国地方选举 欧洲议员选举之中 他身世一直看涨 这跟大国好像 对 可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右派 极右派就是了 对 政党 而且他的党纲 他这次五大党纲之中 其中一条就是英国要退出欧盟 对 对你讲到这个退出欧盟 这个副总 这个我们这个卡麦隆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他胜选的话 他提出这个退出欧盟的公投 对不对 这样会不会拉拢到这个极右派呢 对 他这个他技术这一招 那其实就是拉拢党内的右派 跟那个像UKIP之类的 之类的那个极右派 是 不过这也是下险期啊 因为保守党内的主流派 基本上还是认为说 英国必须要留在欧盟 无所谓啊 反正这个就是 这个选举招数嘛 选上了之后呢 再用技巧性的 就跟那个苏格兰公投一样 对 有可能会这样嘛 不过除了这个刚刚讲到说 欧盟公投这个事情之外 就要不要离开这个 脱离欧盟这样的一个公投之外 还有其他的这个议题 是这一次选举的重点吗 议题的话 当然这个保守党跟工党 还是把议题集中在经济啊 还是经济 那保守党就批评说 如果工党执政的话 他会开始乱开社会福利支票 是 国债呢 会开始慢慢上去 他平平成长率会 经济成长就会受影响 是 那工党呢 工党就主打一个议题 就说 英国虽然这几年 经济成长数字 GDP数字还不错 不过那是一个典型的 跟很多国家一样 是一个无感的复苏 就是只有 只有账面上数字漂亮 但是一般人民生活 没有感受到 这不跟台湾一样吗 对 就没有感觉的 是 大家都拿数字来讲 说数字有多漂亮 可是实际上民众感受不到 对 工党还是要主打 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强项 他们的那个社会福利 是 社会福利政策 那对于UKIP 英国独立党呢 他就是蒙打 另外一个英国社会高度关切的 就是移民的问题 是 是 因为英国 因为英国向来对移民 非常非常开放 尤其对欧洲地区 只要是你加入欧盟 欧盟的国家 就是欧盟除了英国之外 27个成员国 是 你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比如你罗马尼亚人 你随时可以进入英国 而且可以在那边工作 所以这个议题在英国 现在还是很热门 对 因为大概有人估计 大概从2004年到现在 10年之内 英国大概至少涌进了50万 来自东欧的移民 哇 他甚至在很多 很多那个比较偏远的那个城镇 然后变成当地的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一个族群 是 那他们跟英国当地人 那自然而然会有一些 文化上的冲突 是 而且他们来的时候 多多少少 一方面他们会带来一些商机 但一方面他们又会 又会拿走一部分的工作 所以就是 他们那种地方上的 这种不同营养 不同族群之间的摩擦 就越来越严重 还有社会福利嘛 对不对 对 一方面他们也会要 占用社会福利资源 会占用 会抢工作机会 是 而且他们是 他们可能讲的语言 不然文化风俗习惯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让很多英国的 尤其是比较都会区之外的地区 地区的 对英国人而言 他们感觉上 他们觉得说自己的 英国的国民性 英国的那种正统性 已经受到威胁 不过这个相同的事情 好像在欧洲也是情况相当严重 对 移民一直都是欧洲的 欧洲的一个问题 甚至会 甚至会引发恐怖攻击 是 好 所以这个后续 我们来讲说 这是五月嘛 五月的选举 距离现在大概只有剩下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未来会如何的发展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好 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 风传媒的副总编辑 严济宇 为我们所做的 各种的国际新闻分析 好谢谢